现在我们看比赛,合持35个币,鸭王是剩下3个币了,鸭王赢合持1币就拿100,目前他已经拿到合持5个币,也就是说鸭王现在目前从合持身上已经拿到500了 鸭王还有3个币的机会,这3个币能够创造多少效益朋友们,你们觉得 鸭王号称是最强赛斯玩家,目前他用首发,刚才上个币用八神打了一条三,这个币你觉得鸭王还能够赢合持吗 一条三我觉得是够呛了,毕竟合持现在对鸭王已经是加了小型了,果不其然被我说中了,鸭王的八神这么一把被合持KO掉了 好在,鸭王这里局面上还是具绝对优势,比对方多了一个的血量 合持现在是满资源,K大使这点K大使得比战 嗯 哦,哎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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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好,胖们,欢迎大家回家,我们来看这场比赛,来自于 你觉得今天晚上,鸭王能够打下多少个币,胖们 好的,叫楚援助,左右夹鸡脸,鸭王,要贵了吗?鸭王现在很被动了,老二你的春天来了,鸭王 现在非常自信,来,鸭王,怕不怕,你想怎么死,好吧,一个大跳重腿,压制鸭王几条,那么现在 接下来没有手类的啦,接下来的手类都是大家不怎么关注过的 所谓的二线玩家了啊 看来鸭王要被核实打一条三了 老二说你打我一把一条三,我怎么着要把这个场子找回来 我也要打你一个一条三,来 开盲牙局是什么呀 压制鸭王能不能拿到 7 1 好,咱们来看这场比赛,来对鸭王的最后两个币的正打 核池现在是八神手法对阵鸭王的手法发神 好在不错,这里核池叫出援助,准备抓卸锋,哎呀 把对方吹飞,鸭王招击了,招了个超杀 这个超杀招的其实有点没头脑的 冲动是魔鬼啊 现在他的八神没了 还有他的K大使,K大使上来是发了个轻重班机 前叉 清腿清拳后,跟上半几段 那么现在核池不着急,哎,我就跟你打了一回 有没有 好,中拳带全身这条腿 绷在厕所,核池向前冲,想起跳 连续两次被鸭王清拳破掉 确保他中腿之后再叫援助 但是核池没有选择叫援助,他也是 好的 现在的对面队 很不利 对面金身开启,鸭王还是没选择金身吗 他也爆了 比核池晚了两秒钟爆金身 金身火钢,鸭王摄移 我擦摄你,鸭王 叫援助掩护自己 给自己带步援助,轻扳机 跳牙 还有金身在,核池怎么办 八秒钟,核池还有机会吗 核池有援助,鸭王又援助,三秒钟 轻扳机一段,鸭王拖了对方前冲 核池光顾着土王也冲了 这场比赛会不会是鸭王今天晚上最后一臂呢 你觉得鸭王能赢一个9 觉得核池能赢一个6 好吧,朋友们 好,继续偷下盘 再次追了一个段子,绝三角 核池现在是一枪怒火 老子弄死你鸭王 再次叫援助,准备再来一个大招 段子绝绝两段 我去闻了,恭喜 核池拿下鸭王 最后一个臂